上次講到石清安鳳日和雪山派的人 剛剛見到那塊所謂玄鐵令 誰知失驚無神被一個講鄉下話的人就搶了他 石清地十個人即時圍著他打 大家一出手而已 只聽見叮叮當光一陣響聲 那個人兩隻手按一下 彈一下 都不知道用什麼手法 煞時間就收了安鳳日和雪山派弟子的刀刀劍劍 石清和敏柔被那個人的手指彈到劍都差點脫手 當堂嚇到石清面青青心驚驚 事關他兩夫妻雙劍合璧 在江湖上已經沒有什麼對手 怎知今天被人手指一彈就彈到劍脫手 只見來人頭惡惡 一把金刀 七把長劍就咸咸咸插在腳邊的地上 這個人五十多歲 清清瘦瘦 臉色是青啤啤 五官三個懵懵懵懵懵懵惡 惡死能登 正排那些懵疆青雞面來的 石清看看 咦 突然醒起一個人 忍不住脫口移出 專家 難道就是袁鐵令的主人 那個青雞面 嘴角斥起下 此笑非笑地說 嘿嘿 他那袁鼠掌嚇白賞劍 港湖上人人都說洗利 果然明不虛傳話 嘿嘿嘿 老夫先頭用彈子神童功夫 都彈掉你兩貢破把劍 看來 我還要練一下才得神童啊 石清一聽 更加不用懷疑了 立刻行禮就說 我兩夫婦這次來河南 本來想上摩天崖拜見你老人家的 想不到想到有緣見到金面 都算不枉此行 我兩夫婦這幾首三腳貓功夫 不值一提 前輩今天收回袁鐵令 真是可喜可賀啊 那那個金刀寨的安逢日 武功不算高 不過江湖月曆就好過雪山派七弟子 即時跟著石清美後說 孫頭在下得罪了謝前輩 望前輩書罪 原來這個青雞面就是摩天崖的謝煙客 也是這塊元鐵令的主人 只聽見她說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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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日的規矩 你們拿刀拿劍打我 我是要你們全家禍庫的 不過 今天老夫甚情好 你斬我左手的一刀就記住線 還有那些穿白衣的屍羅 你 線頭刺我腎口 他 刺我大腿 咦 還有你 刺我腰骨 這個謝煙客呢 指著雪山派七弟子 逐個逐個指出他們的線頭 刺他哪裏哪裏 嘩 線頭電光火石一瞬間 他居然將每一個人出招的方位 看得明明白白 又記得清清楚楚 簡直是不可思議 雪山派七弟子不怕就假了 跟著又聽見謝煙客說 嘩 我的規矩就不破得的 人刺過我腎口 我就要刺回人的腎口 嘩嘩 這樣老夫開心 算你們磕磕磕菜 只都要記住掃線 等我何時不開心 就找你們找掃 那雪山派中 有一個叫做王萬人的人 就很不奮氣地說 嘩 我們不夠前輩好功夫 你輸了就輸了 你又說完這些風涼話 記什麼掃 乾手正腳一劍刺回我就算了 誰這麼有空經常記住欠你那劍 當時這個人說話兩手空空 說出這樣的話就擺明盼死了 他的同門兄弟齊聲喝著他都不得錢 謝煙客聽到就點頭 說聲好 然後就拔起地下把長劍 挺劍直刺 黃萬人雖然說管死 他都會退後 就連王向後急跳 想說避的 誰知道來劍極之快 他人在半空 劍佔已經怼到他胸口 謝煙客手腕一緊 然後就立刻收回劍了 黃萬人雙腳落地那時候 咦 什麼胸口涼沉沉的 得到頭一看 咦 啊 衣服胸口裏爛了 就打出了肉 若沒有茶杯口那麼大 原來謝煙客手腕一硬的時候 已經拿劍沾在黃萬人的衣服裏 就畫了個圓圈 由外到內三層衣穿了 如果他出重點手 早就畫了黃萬人的心出來 黃萬人當堂嚇到眼光光心方方 好像傷寒喝了豬肉湯 那麽多久都出不了聲 謝煙客干笑了幾聲 轉身想走 這時候雪山派有個年輕女 突然間出聲說 謝先生 別走著 嗯 抹甲夫 前輩手下流情 武商我黃絲哥 雪山派同錦大德 請問謝先生 你拿走的那塊鐵片 是不是就是元鐵令呢 哦 是又怎樣 不是又怎樣 哦 如果不是元鐵令 大家便再去找個咯 不過如果真是元鐵令 那就是謝先生你不對咯 嗯 謝煙客的青雞面 中加青 雪山派的大弟子耿萬中就勸那個女孩說 哎呀 花萬子師妹 不要這麽多口 眾人知道 這個謝煙客 品性殘忍耗殺 為人一時正一時邪 做事沒有準則的 喜歡起來 就算尾水中場都肯幫人 不喜歡起來呢 打人殺人 容易過吃生菜 所以無論黑道還是白道 被他殺死的好漢 不計其數 今天他被十個人圍攻 而居然不殺人 可以說是破天荒第一次 不知道多慈悲的了 怎知花萬子不知道天高地口 還頂撞他 那不止雪山派的同盟心驚膽戰 連石青夫婦也為年輕女擔憂 只見謝煙客舉高那塊鐵片 兩邊仰下大聲地說 嘍 那裏面是嚇著 原鐵指令 有求別影 那裏面是嚇著 摩鐵崖謝煙客 這種原鐵倒劍不入 天下少有的話 講到這裏 他就順手拔起地下一把長劍 出力就斬到鐵片裡 啃聲 那把劍就斷開兩絕 至那塊髒髒的鐵片 一點都沒有損沒有爛 這時謝煙客客口嚇臉地問花萬子 喇 喇 那圓鐵令沒有假了 你幹怎麼說我不對 花萬子便回答她 小女子聽江湖中朋友講 謝先生總共有3塊起來 有3塊圓鐵令 那件事無論多麼艱難、兇險,你都一定替他做到的 謝先生,我這樣沒有說錯吧? 沒錯,你這件事武林總人,誰不知吧? 聽說這三塊元鐵令,有兩塊已經歸還謝先生 跟著武林總也因此發生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而今天這塊元鐵令,就是最後一塊,是不是呢?謝先生 是嗎?得我這塊元鐵令的朋友武藝高強 沒什麼難辦的事求我,他又沒胎又沒女兒 死了之後,快另排就不見了,搞到人人都去拼命找 哎呀,要我姓謝的幫他做件事 哈哈哈哈,顧不到今天這麼輕易被我售犯來 哎呀,這樣呢,港湖上的朋友當然有點失望了 不過這樣也不用這麼多人死了 講到這裡,他一腳兜開不到通條絲就說 喏,格拉斯,就算他得到我那塊令牌,想見我就難了 在交令牌給我之前,自己就被人盯住了 武林總,誰不想殺死他,搶那塊令牌到手呢? 就算說那石狀主這麼合意的人,就一樣想 石青一聽,東塘面紅 他雖然一向對人都客客氣氣 不過他武功強,名氣大,說話都很少有人搏 想不到今天被謝煙客當眾單單打打,真是無地自容 敏柔看著石青的臉口 如果丈夫說要打,他們拔劍相幫 就算不夠打,要搶一口氣 幸好謝煙客又幫他們兜著 啊,如果元鐵令被石狀主兩夫妻拿到 這樣都無所謂,他們是英雄豪傑 至多是叫老虎做件難事,貧薄下 如果被那些無恥小人拿了,那就禍賀了 萬一要我自己斬手斬腳,甚至乎自殺 那你說怎麼算啊? 如果我不想死,那就破了有求必應的誓言 講話不算數咯 唉,幸好都算我好運,沒穿沒爛就收回靈牌 不用擔鏡收怕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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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煙客越講越得戚 怎料花萬子突然又問了 聽說謝先生當年發過誓 說無論從誰手中接過這塊令牌 都要照人所求辦一件事 就算對方是七世冤家都要聽他的 現在謝先生從這個小孩手中接過令牌 你又怎知道他沒事求你呢 屁! 他那是核二袋,是甚麼董董啊?要我聽他說話? 哈哈哈哈,笑得人的牙齒啊 哦,各位朋友聽到了 謝先生說黑衣仔不是人,不算數咯 咦?謝煙客的心就想了 他那這雷包疾頭疾細 逼他說得我沒有口癡的 咦? 咦? 幟假貨啦 難道我核二袋是妹? 他們補定的局,逐我入嶺呢? 哎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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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現在我搶了一塊令牌 又不能還給他 想了一會兒 他就滴起心肝地說了 嘿嘿,我就是演客鐵嵐下來當皮革 那黑衣袋,跟我走 有沒有時求我去遞樹節說,不關人家的事吧 這個謝煙客說完了,拖起黑衣仔就走 那他雖然是不怕面前這些人 只怕黑衣仔背後有人仔細 當眾出個難題,要他自己斬手斬腳之類的東西 那就怎算呢? 故此他就想帶走黑衣仔去遞樹問清楚才算 花萬子就走前兩步 陰聲細氣地對黑衣仔說了 細諾,拖著你手那個老伯,好好人家 你快點求他以後,一個人都 嘶! 他還猜不要殺三個字還沒說完 已經被謝煙客養下旁三袖,刮在一陣風 吹到退了兩步,扑到地上了 原來花萬子想著自己七兄妹刺過謝煙客 謝煙客說要報仇的嘛 不過說要記住掃先的 故此他就冒險,不怕得罪謝煙客 要個黑衣仔求謝煙客以後不准再殺一個人 那只要黑衣仔說出這句說話 謝煙客就要服從 那自己和六位師兄就保存性命啦 哈! 誰知道謝煙客識穿他的洞 一罰三袖,吹到他還沒說完就蹲到地上 等他起身再叫的時候 謝煙客拖著黑衣仔已經轉了進第二條行 其他人見到謝煙客三袖一罰 就弄下了花萬子 這麼可怕的內功還有誰敢去追呀 石青見謝煙客走了 行上兩步,向錦萬中,黃萬人就說了 錦賢帝,黃賢帝 這位師妹膽識個人,勝於蘇眉 我想當然是江湖上文名的韓梅女俠,花師梅了 其餘那四位師兄請錦賢帝引見 錦萬中的黑口黑臉,不理石青喔 即是說,好,在這裏撞到石莊主夫婦 對啦,不用我們落江南 錦青見他們七個人,臉更黑個鑊底 最初還以為他們輸給謝煙客的氣不順 但是錦萬中曾自己一向都很老友 異地相逢,本來很開心才是假 為甚麼臉這麼難看呢? 我?難道我兒子撞了板? 石青想起這些事,馬上就笑口吟吟地說了 錦賢帝,就是我那個伯彥仔激傷你了 我們夫婦說聲對不起 來來來來,我請七位去辨良城吃一頓 安鳳日見石青對那些雪山派弟子十分親熱 而那些雪山派弟子對自己就鬼這麼大牌 眼味都不熟一下 別說胡通姓名打聲招呼了 安鳳日一來就沒人 二來的心就不睡了 他想,你雪山派有甚麼這麼厲害 個個都在這裡辦了東西 好像石莊主那樣待人又差不多 他向石青吻柔抱拳話 石莊主,石夫人,我有事先走了 石青就拱下手說 不好意思,安寨主 我兒子石中玉在雪山派學功夫 我掛著問兒子的事,沒空招呼 不要緊,你們慢慢聊,後會有期 安鳳日講完就上馬走 各位,原來石青把自己兒子石中玉 送去雪山派學功夫 對了,他們兩夫婦這麼好功夫 為甚麼不自己教兒子呢? 唉,那就關乎他的兒子太過頑 敏柔又當他金菠蘿地拖著 石青沒辦法管教 就滴起心肝,送了給人教 那現在石青看到雪山派的人 個個鼓埋拋塞 一想就知道自己兒子好事多為 他就繼續好好相遇地問 不行,耿現帝,白老爺、白老太和風火神龍、風師兄都幾好 這時候雪山派那個黃萬人就抵頸不住了 哼,我師父師母差點給你這個反 反?你這個反鬥仔激死呀 他本來想說罵反骨仔的 但是看了石青份上就罵不出口 那雖然他轉了口 不過是人都知道他想罵甚麼 敏柔就眼圈紅紅地說了 黃大哥 中玉一定得罪各位了 請多多包涵 石大嫂啊 你那個反…反…反鬥仔真是蠻得離譜 真好,連師父師母白師哥都得罪了 唉…石莊主,我不怕告訴你 我白師哥要來燒你雲素莊 你兩個要避一下才好 黃萬人哩哩哩哩講了這麼多 我總是沒有說到石中玉到底做了甚麼錯事 石青敏柔越聽越心驚 心想,我們和雪山派幾代和好 為甚麼百萬劍居然生氣得要來燒雲素莊呢 這時錦萬中又說了 唉呀,這處是是非之地 我們不如去別處再談過了 好呀,石青夫婦沒有意見 等錦萬中拔起地下的長劍 就和他們一起走出街市 走出七百里路 見到路邊有幾棵栗樹 生得又大又密 錦萬中就說不如在這裏聊聊 於是九個人就走到樹底找地方坐下了 石青夫婦又心急到甚麼這樣 只有不好意思開口再問 隔了一會兒 錦萬中就對他們說 石莊主 我們一向都沒有兩句 今天我就照直說 你最好還是交個兒子給我帶回去 讓我盡量向師父師母和白師哥求情 看看不殺他行不行 最好就廢了他武功算了 石莊主 就算這樣也好過我們兩家反面成仇 大動乾哥嘛 石青聽到又怕又有點激氣 心想 我送兒子去你們那裏學功夫 是因為敬仲白老爺和風師兄的為人 看得起雪山派的武功 就算我兒子怎麼壞 充犯了你們的門規 結體在他年幼無知 或者比免我兩夫婦都不要說殺就殺嘛 石青想就這樣想 只照樣是不動聲色 他說 啊 我都三年未曾見過個兒子 貴派門規這麼嚴 為什麼被忠玉犯事呢 我送兒子去貴派學功夫 就是想他學些規矩而已 嗯 石中主 那我先指聲明一下 你兒子石中玉 方堂無恥 窮空極惡 不是我們雪山派教出來的 啊 中玉小小年紀 咦 說到他風堂無恥 窮空極惡 那又為什麼呢 呃 多從憂慮了 各位 石青的兒子石中玉 究竟在雪山派裡犯了什麼事 搞到兩家的大人反了面呢 明天再說啦 明天再說啦 明天再說啦